相信有很多人在睡前都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习惯,那就是祈祷第二天能够有好事发生,不论是大或者是小,但总归是好事就会心存期待。 毕竟有很多人都是非常容易满足的生物呀,比起不知道满足的人要好很多了。 所以,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,8月下旬会有好事发生的生效都有哪些吧? 看看是否有你呢?准备好接福吧! 生效机 生效机的人今年处于好运时好时坏,特别是上半年,受盯火克制,有能力也发挥不出来,事业上会很被动,也会有很多波折,没有什么进展,基本上付出的努力都会付诸冬水。 但是生效机的人有很强的个性,越是遇到逆境,反而越容易激起他们的斗志。 到了8月下旬开始生效机的人,身边会有很多贵人协助他们渡过难关,实力也会提升迅速,各项发展也呈现旺盛之势。 本月底有机会获得横财,大发一笔,未来几个月的日子也会好运不断。 生效牛 生效牛的人在前段日子经常受到凶星的影响,事业和财运都不怎么理想,就算去努力去克服也都不会如愿以偿。 不过在8月下旬开始生效牛的,人会摆脱过去倒霉的日子,你会得到紫薇吉星庇护,各种好运会接踵而至,你不仅有贵人相助,更有希望摆脱以往的各种不顺,在感情上,也会平平稳稳,不受其中煎熬,事业和家庭生活会让你过得喜笑颜开。 而且,本月生效牛的人才星猿神身有金家旺,如能好好经营,必会有横财入账。 生效虎 生效虎的人做事非常强势,他们有事业追求,理想远大,而且做事果断积极,是有名的行动派。 生效虎的人上月运势不错,整体发展向好,但是仍然面临一些困境。 8月下旬开始会面临很多的机遇,特别是因紫薇吉星带来的积极影响,在职场上顺风顺水,财运方面的表现也会非常抢眼,有望大发力士,得财得利。 同时,生效虎的人家里也有许多的喜事发生,可能是买新房,或是有新生儿诞生,家里有人结婚办喜事等。 总之,接下来一直到年尾,生效虎的人可说是好运不断,不仅是自身望运,家中也会跟着大走好运,喜上加喜。 生效虎,其实从8月起,生效虎的人好运就到来了,接下来在8月下旬开始,他们会再接再利,再创佳季的。 8月下旬好运会连续望生效虎的,而且不止连望三个月哦,只要生效虎的人打起精神来,他们就一定会成功的了。 生效虎的财运特别好,而只要一有钱,生效虎的人其他运气也会跟着来的。 生效虎,8月下旬开始,生效虎的人也是好运到来,并且会连续望他三个月的,生效虎的人在这个时候,他们的事业运报好,工作会有很不错的业绩出来。 生效虎的人本身也是很有事业心的,趁着好运的时候,不妨努力去做,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就,到时候只需要等住回报吧。 生效狗,生效狗的人也该走一回运了,他们在前面的大半年时间里,都过得很糟心,很多事情都奔袭过来,他们简直都要招架不住了,而且破财的现象时有发生。 生效狗也只当破财消灾了。 接下来从8月下旬开始,生效狗的人也该走运了,并且要连望好几个月,财运一定会上升的,感情运也会更平稳。 俗话说,信命但是不认命,相信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生活状态,对于很多人来说,只要是自己,想去做的事情那么极,一定会有机会成功。 当然,生活中很多人也都会对字,挤的生活抱有很多的希望,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那些最不能小瞧的几个生效,对于他们来说这一生的机会很多,而且也,会有很不错的发财知识和财运知识。 生效狗一直都不认命,而且他们做事情也很执着,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而放弃,所以即使早先阴,未运势不好,过得不是很顺心。 但当好运势到来之时,凭借生效狗的坚持和努力,能够得到的收,或一定不会比别人少。 生效狗很多时候虽然显得精明过人,但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,生效狗也显得很无奈,之前运势就,不是很好,生效狗就遇到过很多困难和麻烦,以至于生效狗想住就这样认命算了。 但如果认命,生效狗可能一辈子就只能这样,但是如果坚持不懈,继续努力,当运势好转之时,生活自然会出现,转机。 生效狗总是给人一种随遇而安的感觉,以至于这个属相的人严重缺乏拼搏精神,生活也始终不适,很理想。 但如果生效狗能够有一种拼搏精神,遇到困难,不轻言放弃的话,相信凭借生效狗的好运,是,迟早能够过上好日子。 生效狗比较固执,从来不认命,而且也很勤劳,所以,这个属相的人,即使难以过上那种复朔有余的生活,至少也能安居乐业。 而且,生效狗现在的生活不好,也不过是因为运势未到所致,当运势好转,的时候,相信凭借生效狗的坚持和努力,能够得到的也会更多。 对于生效狗龙之人来说,其实你们,身边的机会和机遇一直都是比较好的。 虽然,可能在早些年生效狗,龙的身边会有一些不顺或者是倒霉的事情出现,但是,对于生效狗龙之人来说,只要自己经历过,只要,自己努力过,那么就一定会有好运出现。 而且,生效狗龙命里有才,迟早都能发。 古人有一种说法,十二生效对应十二地之属,牛,虎,兔,龙,蛇,马,羊,猴,鸡,狗,猪,对应,子,丑,银,毛,臣,鸡,五,位,身,有,须,害。 这个想必很多人都知道,但99%人都不知道的一个,自古以来的,存在的秘密,人的气韵本有胜衰之别,即使是同一个人,在不同的时节里,也常能感到运途疏异,之处。 人们在面对这许多不可知的命述时,往往显得茫然,无助。 但你可知道,每个人先天上,多,有一位守护神默默地护佑你,所生之日与有缘之佛结缘,被称为守护神或本命佛。 生效期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都有非常好的改善,会有很好的福气,一生欲贵人多。 再加上他们,确实很有才,也有才,最能够一夜暴富,大富大贵。 同时,眉宇之间显示住一股子贵气,我们说的,有福气,无非就是大富大贵,健康无余。 如果能够梳理好当前的朋友圈子,必然能够一举成名。 2017年,蜀鸡人注意事项,蜀鸡人收入的门道比较多,但要提醒蜀鸡人,投机性投资需要把握分寸,建议蜀鸡人随身佩戴衣,各黑药使本命佛吊坠,若能虔诚佩戴,供奉不动明王之本命佛法相,必能受不动明王守护,使罪业,远离,一生顺利。 蜀鸡人本命佛不动明王,吉祥原理不动明王是理性的象征,能够默默保护您,能使您在人生的道路上知错知过,把握,人生的每一次机遇,很好地利用自身的智慧,应付种种困境,使您事业有成,家庭幸福,吉祥如意。 不动明王是属鸡人的本命佛,今年生人,若能虔诚佩戴,供奉不动明王之本命佛法相,必能受不动明王守护,使罪业远离,一生顺利。 古人有一种说法,十二生肖对应十二弟之鼠,牛,虎,兔,龙,蛇,马,羊,猴,鸡,狗,猪,对应,子,丑,银,毛,臣,鸡,五,位,身,有,须,害。 这个想必很多人都知道,但99%人都不知道的一个,自古以来的,存在的秘密,人的气韵本有胜衰之别,即使是同一个人,在不同的时节里,也常能感到运途疏异,之处。 人们在面对这许多不可知的命述时,往往显得茫然,无助。 但你可知道,每个人先天上,多,有一位守护神默默地护佑你,所生之日与有缘之佛结缘,被称为守护神或本命佛。 生肖机五行属火,厌恶与人争执,带有能化敌未有的柔和气质。 再加上财运心和工作心不谋而合,业绩也会随之不断地上涨,时运亨通。 同时,他们在事业上的前途将不可限量,会后机爆发。